哈喽,大家周五晚上好,那俗话说的好,一场秋雨一场凉,然后现在也到了秋天了,那我们今天就来讲一道印记的题目,叫做这个寄与水的题。 好,那这是一道立扣的第42题,然后这道题呢,它标注是一个hard难度的题目,那么我们看到说过去的半年内呢,有这么多的公司都考察了这道题,就包括有知名的不知名的小众的大众的等等,那么这道题目呢,其实它涉及的这个topic,它说是这个two pointer或者stack或者rate这些相关的知识点。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道题目讲的是什么意思吧,它说给一个有n个这个非负整数的这么一个数组,然后去代表说这个地图上面它的这个叫什么高度吧,那每一个这个宽度呢,它都是1,然后让我们去求在这样的一个地图上面呢,我们可以积到多少的这个雨水量。 好,那这道题目什么意思呢,我们具体拿一个例子来看好了,比如说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叫什么rate对吧,那它已经说是非负,所以它肯定是大于0的,那我们看到说就是从最开始这边它的高度为0到1到0到2, 1,2,1,0,1,3,2,1,2,1,这样子。 这样子,所以呢,这就是整个这个数组所告诉我们的这个关于这个bar的这个信息,就是它这个拦截高度的信息。 然后蓝色的部分呢,就是我们可以积到的雨水,我们可以手动去数一下,1,2,3,4,5,6,所以6块这个蓝色部分,也就是说每一块是1,那么一共呢积了6个。 所以它这个output是6,这样子。 所以这道题目其实就让我们求说,我给你一个这个代表高度的这个bar的速度,然后我们可以通过这个bar能够积到多少量的这个雨水。 那这道题目呢,我们可以具体来观察一下,到底这个雨水是怎么积到的,首先呢,这个雨水积多少肯定取决于你当前这个bar有多高,对吧?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就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个蓝色的这个色块,那这个地方它这个bar本身呢是0,对吧?就是0。 然后呢,我们看到它左边的这个bar是多少,左边这个bar是1,右边这bar是2,然后它这个积水的深度呢是取决于左右两边较矮的这一边,就有点像那个,就是叫什么木桶原理,对吧? 你能积到的水量是取决于这个木桶里面最短的那块板的这个高度。 那我们再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二个这个蓝色色块,就是它本身bar的高度是1。 这样子的话,我们再去看它左边和右边,它的左边是2,然后它右边最高是3。 然后我们发现,它这样子能积的水量呢,其实就是左右两边最高的高度,然后去取它那个较小的值,然后去减掉我当前这个位置的这个高度。 然后得出来这个结果就是我能积的水量。 同理,我们发现这个也是这个情况。 这个呢,就有点类似于第一种我们分析的情况,因为它本身bar是0嘛。 同理,我们看到最后一个色块呢,也是这样子。 它左右两边,就是左右两边的高度呢,分别是多少? 分别是2和2,对吧? 然后它本身呢,高度是1,所以它积的是这个1。 好,那我们发现说有这样的一个规律,然后我们想想看,这应该怎么去做这道题目呢? 那看过我之前的一个关于说这个数族里面,除了它本身的其他数的成绩那道题目的讲解呢,大家可能会有印象。 当时的做法是我要求当前这个元素的,就是除当前这个元素以外其他这个数的成绩呢,我其实是把从左往右扫一遍,从右往左扫一遍,分别去记录每个位置的成绩。 然后呢,刚好就是能够再把左边那个数组和右边那个数组相乘,得到一个除去当前这个element的一个成绩的结果。 那如果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的朋友们呢,可以大家点击一下下面的这个信息栏里面的链接,然后就会直接链到那个我讲的那道题。 好,那我们说回这道题目,其实这道题呢,就是比较直观的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操作,就是从左往右我去统计一下,当前这个位置我能得到左边的最大的这个高度。 然后以及从右往左这个位置我得到的就是右边的最大的高度。 我比较一下这两个高度是哪一个比较小,用小的那个再去跟我当前这个位置的bar的高度做一个高差的比较。 然后呢,如果说这个这个当前这个bar的高度会比较小的话,这样就说明我们是可以积到雨水的。 那这样子我就可以把每一个位置的能不能积雨水,能积多少雨水的这个信息呢,全部一起统计下来。 好,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具体用代码来实现一下这个意思吧。 首先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QuarterCase的判断,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好,那就是说当这个数字它本身是no或者是长度为0的话呢,我们就直接return0就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我知道是没有办法积到任何雨水的。 好,之后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开一下数组,并且呢我需要一个variable去统计这个当前最大的数, 我和当,就当前从左我左边最大的数和右边最大的数。 好,首先我们来把这两个variable建起来。 一个是left max,出实话为0,还有一个是right max,出实话也为0。 好,之后呢我们去建两个数组,对吧。 那建数组的话,数组的长度我们先取一下这个长度。 好,然后呢我们有左边的数组和右边的数组。 好,这样呢我们就建好两个数组了。 那么另外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最后的返回值,我叫它result好了。 出实话也是0,表示我还没有积到任何的雨水。 那么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同样的道理,因为我要从左往右去算嘛。 那我需要去把这个左边就是index这个为0的情况, 以及右边index为n-1的情况,我先把它初始化掉。 要不然的话就会有出现这个出界的问题。 那么left的0,我负它为0,然后right的n-1,负为0。 好,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个for loop了。 那从左往右走。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去把它便利一下。 好,那便利一下之后呢我要更新两个东西。 一个是这个leftmax,我要保证这个一直是左边最大的那个值。 以及说这个leftinterrate,这个呢是保证告诉我当前这个位置上来讲左边最大的那个数是什么。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先去做这个leftmax的更新。 我们要比较的其实就是当前存储的leftmax,以及说我当前遇到的这个bar。 那注意哦,这个当前遇到的bar我是不把当前这个element的index给放进来的。 我是把它前面那个bar的高度给放进去作为统计的。 这样子呢我就知道,比如说我在这个位置好了。 这个位置呢我其实统计的是说我要保证它左边取到的是所有bar的最高的那个bar。 然后以及它右边取到的是所有bar的最高的那个bar。 好,之后呢我们去更新一下这个,不是right,这个是left,对,left integer。 然后呢,好,ok。 其实这个地方我是不是可以直接把它更新成这个labmax。 对,好。 然后,这是从右往左了。 那从右往左注意不要出接。 我们从nz2开始。 好,然后我们同样去更新一下。 注意这边我要取的是它右边那个位置哦。 好的。 那这样子呢我就把它当前这个位置,左边最大的bar,最高的bar和右边最高的bar我都给记录下来了。 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再去for loopy变整个array。 然后呢我要找到它左边最高的bar和右边最高的bar哪个比较低,我取低的那个再和我当前这个位置的bar做一个比较。 这个时候呢我就是比较完了之后我就要把这个积水的量加到这个最后返回的这个variable里面去做一个统计求和。 就是在比较左右两边。 这个做的事情呢就是我去取到就是左右两边较矮的那个bar,然后再和当前这个bar做一个高差的比较。 然后如果说它是大于零的话呢,我们就就可以取它,然后统计加进去。 那如果说当前这个bar会比较高的话呢,它就会返回一个零。 当然不能返回复数对吧,我们没有取到复数的这个雨水的问题。 好,最后呢我们把这个结果返回。 看看有没有问题,先跑一下test case。 好,这边有一个这个index out of bound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这边应该是从1开始对吧。 刚好自己刚刚还说这边有个坑,自己还掉进去了。 好,那这样子呢这道题我们就做好了。 那我们再复盘一下这道题好不好。 那道题呢其实你可以把它按照这个,跟就是算那个成绩那道题做一个匹配。 那么同样是你找到左边和右边最高的,然后和当前这个bar的高度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这样子呢你就知道说我到底这个地方能积多少雨水。 并且呢你把每一个这个index都去做一个比较,然后做一个求和。 这样子呢我们就返回最后的结果了。 那么这道题它的时间复杂度里面看用了sign for loop的。 它时间复杂度还是一个on,n就是这个array的长度。 那么空间来讲呢因为我们开辟了两个数组对不对,left or right。 所以呢也是on的这个空间复杂度。 所以就是时空上来讲都是on。 那么我们想一下啊,那空间上面如果用这个on的这个空间复杂度的话, 我们需要去建两个数组对吧,然后分别去储存就是每一个位置。 对于每一个index来讲我左边最高的bar以及右边最高的bar的信息。 那我能不能够一边去算左边的最高的bar和右边最高的bar。 同时呢我就把当前这个位置的积水量我也给算出来。 这样子呢我就不需要把这个bar的信息给储存在数组里面。 直接可以求出来。 对这个思路呢其实是可以被实现的。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好了。 就比如说那我这边我们看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index呢我们首先看一下。 当然它肯定说是这个取决于它i的这个吧。 对吧。 那么我们去比如说这个和这个这两个位置去比较。 我们看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从两边往中间去走的过程中啊。 我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一旦看到说我有一个它左边的最高的bar是1的时候呢。 我就能确定说它能积的水量也是1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是因为你这个地方已经是最低的这个bar了。 那么你不管你右边的bar有多高。 你这个积水量一定是取决于它左边这个bar的。 因为左边那个bar短嘛。 对吧。 那么到了这个位置上来讲呢。 你看哦。 这个位置如果说它走到了这里发现左边是1, 然后右边是3,比如说这条。 那我们这个位置的积水量是不是取决于左边这个呢? 其实不是的。 因为你看到说可能左边这个bar到这个位置中间 还有一个比左边的bar更高的这个bar就是这个高度为2的这个bar。 那个这个bar的话呢。 它就可以使得说右边的这个位置它积水量可以增加1这样子。 因为这个2相对于1来说是高了一个嘛。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其实就会引入一个双指针的概念去把它从左往右以及从右往左 两边夹积往中间去看。 然后呢。 分别去把两边的这个能积多少水量我们去做一个统计。 具体什么时候统计哪一个位置的这个积水量呢? 这就取决于我们在的这个位置以及bar的各种信息的综合条件来看了。 那我们具体把代码来实现一下。 大家再来这个回味一下我刚刚讲的意思。 好。 那我们先把这个数组先去掉。 因为我们需要去节省这个空间复杂度。 好。 看一下其实这个corner case的部分呢。 我们还是需要保留的。 那么我们还是会用到这个left max以及right max。 这个是用来告诉我们说具体我左边最大的那个值是什么。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因为双指针嘛。 我需要两个指针。 一个是i等于0一个是j等于n减1这样。 好。 然后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做一个。 就是做一个循环。 对吧。 那做一个循环呢。 我们要在里面做什么。 就是每次循环的时候到一个新的位置。 我们需要去更新一下这个left max和right max。 这个思路呢。 跟当时是一样的。 还是左边最大的这个。 以及右边最大的这个。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把它更新好了之后。 我们再往下看。 往下看是怎么样。 因为刚刚我要讲的这个思路是说。 去。 左右。 两边。 两边。 较矮。 哎呀。 较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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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那么我们要看一下。 诶。 我们比较一下左边的和右边的谁比较矮。 那比如说。 因为无非两种情况。 一种是左边矮。 一种是右边矮。 对吧。 那如果说它比右边的来的要矮。 我们要做什么。 以及右边的如果比它来的要矮。 我们要做什么。 我们这个地方呢。 是这个把它转化的这个关键。 就是我刚刚分析说我左边如果比较矮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去。 因为我左边的我已经拿到我最左边这个。 所以我就知道说我最矮的那个位置已经能确定下来了。 就哪怕说。 哪怕说我右边再出现比如说有比它矮的。 但是我已经保证现在最右边的这个位置是有比左边这个位置高的那个bar的了。 因为在这个前提条件下对吧。 所以我右边再矮也不会矮过左边的这个bar的高度。 所以我就能确定左边这个位置它的积水量了。 那我这个积水量呢。 其实就是左边这个bar的高度去减掉我当前这个m所在的这个位置的这个高度。 这样子呢就是我的积水量。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可能会问那如果说左边这个bar比这个当前这个位置的bar来的要矮怎么办。 你要注意这个left max永远是left max和这个当前这个bar的高度的较大的那个值。 因为我们已经在这边做了更新。 所以这个永远是比它来的要大的。 所以不可能出现这个是复数的情况。 对吧。 好,同样的道理。 我们呢在这个右边的情况下呢。 也发现说如果我已经看到右边已经有一个bar了。 然后并且这个bar是比左边那个矮的。 那我也能确定下来说右边这个到底有多高。 能积多少的水量。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最后去return一下这个result。 OK。 实际呢你可能已经发现有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没有更新ij,所以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所以这边如果我i已经取好的话,我要把i++。 然后如果这已经取好的话,把j剪一剪这样子。 然后呢双指针就会不断不断的向中间靠拢。 好,我们提加一下。 哎,这个地方有问题哦。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好,发现说它返回的是5而不是6。 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这个我们过程中。 然后去更新左右两边这个max。 然后左边这个呢是leftmax。 然后右边这个是rightmax。 然后并且是ij。 啊,我看到这边我剪的是height i。 好,这样子呢就OK了。 好的,那我们再提交一下。 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复杂度不变的情况下把空间复杂度降为了O1。 这样子呢做了一个小小的优化吧。 好,今天这道题目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这道题的时候也不是很有思路。 然后特别是被这个这个积水图给迷惑了。 然后我其实挺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个蓝子王它对这道题的讲解我觉得讲得特别好。 然后我也会把它的这个视频的链接贴在下面。 好,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好好看一下它的讲解。 它还有画图啊,画一些什么具体的分析,这样子看起来会更直观。 我这个视频呢只是一个抛砖引玉。 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有。 对,因为这样题它是一个写法蛮多的一道题嘛。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都可以在下面交流。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我们下次再见吧。 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小黑,小黑又回来了。 诶,大宝贝这一遍没有在我旁边笑。 其实是我录的第二遍,因为第一遍前面的问候语没有录上。 呃,今天呢,是大宝贝逼着我为大家来录一下点播的第, Blead Code 407题,Trapping Rain Water 2。 然后这要题的第一个Water 1好像大宝贝说它已经录过了, 然后有人点播2。 然后让我们来先看一下这要题的提议。 说给你一个m乘n的矩阵。 这个矩阵呢是由正种数组成的。 正种数所代表的呢就是,呃,它这个格子上的高度。 然后这个格子它是个立体的。 因为它这样的话才可以把那个雨给聚集在一起。 然后就想问你如果要是给出一个矩阵, 让你算出这个矩阵所代表的那个模型, 它可以聚集多少的水量。 呃,据我所知,它跟那个1是一个问题, 只不过它把1的一个就是1维的变成了2维的矩阵。 然后题目的话我觉得大概就还蛮好理解的。 但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能想出来它是怎么就是能推出它到底能聚集多少水。 让我们马上就来看一下这个解决方法。 呃,那么当我看到这道题的时候呢, 其实我最大的问题不是说我怎么能把code写出来。 而是说如果就是一道比如说奥数题,数学题, 我应该怎么把它解出来。 因为这个想法是比较重要的对于这道题来说。 当你把想法捋顺的时候呢,code可能就自然而然的写出来了。 大宝贝你的声音要被录进来了哟。 然后呢,所以我想看过1的朋友们大概就是在1中, 他是找的就是说两边,从两边开始扫, 然后扫两边的最小的那个地方, 然后从那个点开始往继续往他的另一边找。 呃,所以说为什么我, 其实这个他们两个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那么这个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思想是, 为什么要找那个最最矮的那个地方。 呃,为什么呢? 呃,比如说你如果要是从最高的地方找的话, 你如果,比如说我找了一个, 就看我们就看这个矩阵好了, 那这个4肯定是在这个边缘上是最高的一个点。 我如果把它找了, 我再怎么往后找, 它都会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那我没有办法找到那个边界。 就比如说我们不是以前会有一个什么预言呀, 说一个桶里面装水, 决定这个桶能装多少水, 是由那个桶的这个周围最短的那个木板决定的。 所以说这个体它也是同样的思想, 这个能积多少水, 是永远是由这个最短的那个边界决定的。 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 一的话呢是从两边开始找, 那么这个二例的矩阵就是从这个边界开始找, 就是第一行, 最后一行, 第一列, 跟最后一列所组成的这个边界往里找, 然后去找那个, 就是能成功的那个边界。 所以说, 呃, 这个大体的思想理解了呢, 就我们就,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 呃, priority queue, 一个hip, 来维持当前最短的那个边界是什么, 对吧? 然后因为它是一个二地的, 所以我们要知道, 比如说我们, 很明显哈, 我们就是从1开始找, 这个边界上最, 现在最短的这个是1, 我们从这个点开始找, 我们要怎么找呢? 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 起点一定是最短的那个点, 然后从起点开始找, 怎么找, 呃, 因为它是个二维的, 所以你可以从往左找往右找, 往上找往下找, 都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呃, 很容易想到这肯定是一个宽度有限搜索, 呃, 嗯, 比如说我们就从这个点开始找, 它往左找遇到了瓶颈, 往右找遇到了瓶颈, 所以这个点就相当于是死了, 这个点, 我们就要找下一个点, 下一个点就是这个边上, 呃, 第二高的点, 那就是, 呃, 第二矮的点, 那就是二, 然后往左往右找, 发现也死了, 然后, 这个二就也死了, 然后找, 找, 然后就变成三, 然后我们就找到这个三了, 那么, 其实啊, 我刚才是, 的确是往左往右找了, 但其实, 这一圈, 就是最外面这一圈, 它们的地位是相同的, 它们, 你往左找了, 它也不会, 它也不会有什么积水, 其实你应该是往里找, 往下找的, 那么, 我们待会儿也会看到, 我们怎么处理说, 我们怎么知道, 我旁边的那个点, 我不应该往那找, 这个是个问题吧, 呃, 我们就, 待会儿呢, 就会, 用到一个标记, 一个, 给它, 呃, 立个flag, 然后就知道这个点, 就是已经用过了, 或者说, 我们就知道这个点, 不可以, 把它作为一个后补来找了, 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说, 这个是后补, 我们来看一个可以往下找的点, 比如说这个三, 就二找完了, 我们开始找三了吧, 这个三左右是不应该找的, 我们应该往下找, 然后往下找, 发现, 哦, 它下面这个点好像的确是比它矮, 那么这个点其实就是说, 可以是一个, 呃, 可以是一个可以积水的地方了, 然后, 当我们, 发现这个点可以是个积水的地方的话, 我们就应该, 呃, 算出来这个点, 它能积多少水, 那我们知道, 我们现在这个三, 已经是, 我们已知的可行的, 最外圈, 最矮的那块板子了, 也, 所以, 我们就可以用一, 三减一, 得二, 这个, 这个数字来表示, 在一这个地方一定能积到的水, 我们可以想一下啊, 因为我们, 为什么我们能保证, 我们为什么能保证, 就是它从左边慢, 从右边慢, 从下边慢, 它都不会慢出, 就一定会保证它能积出二这么多水呢, 对吧, 因为我们只是从上面这个三找下来的, 那它我怎么保证, 从左, 从右, 从下都可以, 都可以积出来这个二呢, 那就是因为, 这个三是, 这一圈里边, 现在可行的, 最短的那块板, 也就是说可行的, 最, 上海的板都比它大, 或者和它相等, 也就是说, 这个一, 如果从往右, 往左找, 或者往右找, 或者往下找, 它都会找到, 最少为三的那块板, 所以说, 这个一, 我们可以保证它, 能积出来二这么多的水, 所以这就是, 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从小往大了找的, 如果你从大往小找的话, 你很难保证, 比如说我这个四开始找了, 我往下找找到二了, 那我是积多少水呢? 我难道积二的水吗? 你怎么能保证, 我四边全都能积出来二呢? 很明显, 这三边里边有三, 它可能就慢出去了, 对不对? 这就, 这就证明了, 我们是要从, 嗯, 从小往大了找, 这个P, 这个Priority Queue是要, 从小往大排序的一个Priority Queue, 那我们刚才已经讲好了, 说, 为什么要从小往大了排这个Priority Queue, 那么我们再来看, 比如说我从三这儿, 我找到了一, 我要怎么处理这个一, 我要, 因为我现在找到一的话, 我很明显我要把这个一这个点, 我再放回我的Priority Queue里, 因为它就是下一个后补了, 对不对? 我有可能从一这个点, 还要再继续往下找, 那么, 我, 我如果, 我怎么处理一这个点, 把它放回Priority Queue呢? 首先啊, 我找到, 我从一个起点, 找到了下一个点, 第一步我要更新的是, 这个点上我能积多少水, 第二步, 就是我要把这个点, 作为一个后补, 放到我的Priority Queue里, 因为它有可能是下一个的点, 下一个search的, 下一步search的起点, 对不对? 那么, 我们就来看, 我们这个Priority Queue里面, 装的这些点, 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 首先, 我们肯定是要知道, 我们存的是哪一个点, 也就是说, 它在这个二例的矩阵里面, 它是, 我们可以以坐标的形式来表现, 比如说这是00, 这个是01, 这个是02, 首先我们就是要存储, 我们当前这个点, 它到底是在这个二例矩阵里面的, 坐标是什么? 其次, 我们就是要存储, 这个点所代表的这个高度, 然后这里我们就要想, 这个高度它代表的是, 它代表的难道是我, 就是这个height map里面, 这个本身的高度吗? 其实不是的, 这个点所代表的是边界, 对不对? 你想, 我们把最外面这一层放进去了, 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做成, 把每一个点做成一个边界放进去了, 而我们在把这个点从priority queue里面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把它作为一个边界的后部把它拿出来的, 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就是普通的原本的那个height map里面那个点拿出来的, 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从这个三这个点找到了一这个点了, 现在一这个点它代表的是什么? 它代表的是, 它其实是这个三的一个影子, 你们可以想象把这个三挪到这个一了, 你可以想象把这个一注满了水, 注到三这个高度了, 它现在就是一个屏障了, 它现在就是一个边界了, 那么它这个边界的高度绝对不是一, 对不对? 它应该是三, 因为我在从这往下找的时候, 我下一个点能存多少水, 是要看这个点, 是要看这个起点所代表的边界高度是多少, 如果我下一个点找到了比这个边界的高度要矮的话, 它就能存水, 如果比这个边界的高度高的话, 它就不能存水, 它就成为了下一个边界, 对不对? 大家想一想这个逻辑, 这个是需要一定想象力的, 我相信大家一定很聪明, 可以想明白。 哦, 我没有画图工具, 但宝贝并没有给我这样的设备。 嗯, 好, 这一部分呢, 我们待会在code, 写code的时候呢, 会再来描述一下, 结合code, 再来看一下这一步具体是怎么处理的, 我觉得我们可以现在写code了, 首先呢, 我们知道, 我们要用到Priority Queue, 来存我们的边界后部, 好, 那我们的Priority Queue里面存什么呢? 我们是要存三个东西, 呃, 我是说Priority Queue里面的每一个object, 它是要拥有三个feature, 一个是, 呃, 这个点, 在这个2D Map里面, 它的横坐标是什么, 一个是它的纵坐标是什么, 一个是, 这一个后部所代表的边界高度是什么, 对吧, 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 搞一个class, 来代表这样的一个object, 就是construct, 我们可以叫它point, 然后这个point它拥有的东西是, 红坐标, 纵坐标, 高度, 然后我们给它写一个constructor, 好的, 就是非常随意的一个class, 大家知道它表示的是什么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的Priority Queue里面, 就要放的就是这样的一些point, 对吧, 然后我们就叫它pq, 然后我们有刚刚说到, 这个pq里面, 那排列的顺序是每一个point的高度, 按从小到大排列,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自定义, 一个comparator, 一个point的comparator,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compare function, 这样的一个, 对,对比, 好, 这个格式的话, 希望大家就是记住会比较好, 当时我也记了很半天, 时不时的还需要再搜索一下, 好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pq已经建出来了,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这个起始就是说, 把最外面这一圈, 我们的后补就是最外面这一圈, 我们先把最外面这一圈都放到我们的pq里, 然后再开始我们的搜索, 那就是说, 我们先把最上面这一行和最下面这一行来放进来, 啊, 让我来设两个variable, 来表示它们的这个height map的行数, 然后呢, 它的列数, 好, 那么最上面那一行的话呢, 就是, 这是最, 这是, 啊, 我们先来搞列吧, 大家, 大家就想一想, 我有的时候会搞混,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呢, 它就是每一列的第一行, 每, 每, 每一, 这什么, 每一行的第一列呀, 反正就是这一三二, 我们先把它放进来, 把它们都变成一个点, 放进来, 然后, 它们的高度就是height map里面的高度, 对吧, 目前是这样的, 因为它们现在毕竟它们的外面也没有什么编辑, 它们自己就是编辑, 然后, 我们顺便可以把这个最后一列241也放进来, 最后一列是这个, 好的, 然后我刚才也说过, 只要是我们放到这个, 我们要用一个flag来表示, 说这个点我们已经用过了, 这个点已经不需要再被考虑了, 在我们搜索的过程中它不能被再考虑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简单的把它的value变成-1就好, 有的时候呢, 有的题目它会用一个boolean的metrics来就是表示它是不是被visit了, 那么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简化用-1来表示, 因为它说了它的所有的value都是正整数, 那么-1的话是一个肯定不会是原始value的一个数值, 同样的操作我们再把上面这一行跟下面这一行来列出来, 那么这里要考虑到的就是说, 这个1, 这个2, 这个4个角落上面的数字我已经加过了, 所以我就去中间的那部分就好了, 就是这样的, 缩减成, 缩减一个1就可以了, 嗯,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零, 嗯,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零, 嗯, 我是不是又少写了一个事儿, ok, 嗯, 少写了个括号, 然后, 相同的操作把它变成-1, 好, 这样我们就把最边上的这些框给, 都放到pq里了,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搜索了, 嗯, 很明显就是一直搜索到pq里面是没有, 每一次搜索我们从pq里面拿出来的都是起点, 都是我们当前搜索的起点, 对不对, 我们可以叫它start, 好, 那么我们从这个起点开始, 怎么找呢, 就要上下左右找, 对吧, 嗯, 上下左右找的话呢, 就需要一个, 一个常规操作, 用一两个数列, 这样可以, 比较方便的进行搜索, 好的, 然后我们就开始上下左右的搜索, 为了避免尴尬, 再重新写, k, 好的, 那么我每次搜索的时候我都会有一个新的点, 这个新的点它会有一个新的红坐标, new x, 它的x就是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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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这么几个条件 新的YL大于等于0 然后新的YL小于 所有的Column的个数 然后就是说当前这个点 它没有被用过 它没有作为70点的后部 好的 我们就进来了一个点 然后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点 就像我们刚刚的例子 因为如果要是1的话呢 这些1啊2啊 他们都不会被这个 他们都会被这个条件所揽下 我们这个3就是第一个有效点 我觉得没说是这个3 反正哪个3都一样 我们就假装是这个3好了 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以这个3为气垫 往下找 它的左边 右边 都不行 它们都是-1 它们的值现在 那我们就找到下边了 上面的话就出界了 就不行 然后我们开始找下边 然后这个下边呢 我们就要开始算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每次延伸到一个新点的时候 有两波操作要走 一个是看看这个点它能寄多少水 一个就是把边界挪到这个点上 让它作为下一个起点的后补 可以继续往下找 对不对 好 我们先来操作第一步 先找找这个水 哦 我还没有出十我这个最后的这个水有多少 随便写一个water 让它先操作 好 我们先找到这个点了 这个点我怎么知道它能寄多少水呢 无非就是这个点上它的高度 它的自身高度比我当前的这个起点的高度要高 这样的话呢 我就没有水寄 我就是凉 寄了凉 如果要是我现在到了这个新点 它的自身高度比我 这个起点它的高度要矮 那我就证明这个点它是可以寄水的 这个水能寄多少呢 就是这个高度差 对不对 那么 这个高度差怎么算的 就是我的起点的高度减去 当前这个新点 它的高度 对吧 好 那么如果要是按我第一种说法 就是说 当前这个点的高度比我的起点要高的话 这个值它是不是就是个负的 那我怎么放进去 我刚才也说了 我刚才也说了 一个就是把这个当前的点的这个 红红红坐标放进去 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已经把我这个 它应该现在作为一个新的边界了 对不对 那这个边界的高度 我是不是要记录一下 这个高度怎么记得也是分两个情况 一个情况是 如果我当前的这个点比我这个 这个起点 这个起点 要高的话 我没有积到水 它是不是就作为一个新的边界了 那我这个新的边界的这个高度 是不是应该是它自身的高度 因为它已经比我的起点要高了 如果我下一次从它为起点 我再找到水的话 那我是不是能积到比它高 就是能多一些水 对不对 那如果我这个新的点 它的自身的高度 比我这个起点的高度要矮 就是说我现在积到水了 那它也就是说 它的这个 它作为边界的话 也就是最高 也就是能高到我这个start 这个点的高度 它不会比它更高了 对吧 大家来想一下 那么我把它放到我的priority query的时候 首先我要为 以它为基础 建立一个新的边界点 然后这个边界点 它的红色坐标 是这个新的点的红色坐标 它的高度 它的高度 有可能是它自身的高度 有可能是我起点的高度 对不对 那就看它俩谁高了 就看它俩谁高了 就是这样的一波操作 然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来 这个点就被我放到priority query了以后呢 这个点就完成了它的使命 它就会被我标记成一个 invalid的点 好的 那我们这一步搜索就结束了 然后它就在这个循环里不断的进行不断的搜索 然后最后 return这个water 那么呢 我刚才想说有一个地方 可能大家会有一点疑问 就是在这里 刚才我也说了 对于我们新搜索到的点 当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起点后补 放回priority query里面的时候 如果它自身的高度 比它的边缘高度要高的话 我们要把这个 它自身的高度保留出来 那么有人就可能会问 那我如果把这个自身高度把它放回去了 我怎么能保证 我在搜索 在以它为起点往下搜索的时候 我怎么能保证 我新搜索到的那个点 它的周围 最矮的就是我呢 就是说 我如果往处搜索 以当前这个新点往外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啊 我把这个点标记成4了 它是4 它不是1 它是4 然后我把这个变记成4了 我往下搜索的时候 比如说我搜索到这个2了 我怎么能保证这个2 它就应该是4-2 而不是3-2呢 如果大家刚才那部分都明白了 请跳过这一排 我只是突然想到 这个可能会 有人会想说 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我来解释一下 如果大家想明白了 请跳过 如果继续听的话 有可能又把你的4误搞乱了 我不负责任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我 如果这块 它本身就是4 我把这个4放回我的Prior Q里 它不会造成任何问题 那是因为 我们是从外 往里搜的 然后呢 外面这一圈 我们永远 这个Prior Q 永远都是从小往大排的 当我轮到这个4的时候 我前面这些3啊 都已经搜索过了 如果我前面这些3已经搜索过的话 就证明我当前这个2已经被更新成3了 那当这个2放回Prior Q的时候 它的这个高度就会变成3 因为我是从3这边搜索到2了 那么这个时候 它在 我永远都是从这个 这个点 往这边搜 而不会是从 这个4这个点 我们假装这个是4啊 这个4这个点 往这边搜 大家可以 来 模拟的写一下 所以说 永远都不用担心 如果你的Prior Q 是从小往大排的 这个高度 一定要从小往大排 这样你就永远都不会逆流而上 永远都是顺流而下的 好 我们这个问题就这样讲完了 好 然后在这里呢 如果我们submit一下的话 也不是不可以 就会有一些问题 这是什么 这是一些我 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我 没有预料到的问题 我在写什么 好 这边是 这边把它改成h 好 它怎么就过了 我其实是想说呀 如果当时 你们要是在这个 面试过程中呢 一定要记得 把一些编辑条件写一写 比如说 如果这个东西是 那如果它的 Lens是02 如果它的定义好 就它只有一列的话 就直接Return 0就好了 这是我想干的事情 非常不巧 它竟然并没有按我想的干 我们再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效率就提高了 是不是 还是有一定意义的 那 Code方面呢 我们就讲到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 这要题的时间复杂度 和空间复杂度 空间复杂度比较简单 因为 我们好像也没有干啥 空间复杂度就是 M乘N嘛 那一个矩阵 然后主要看这个时间复杂度 然后这个PQ呢 它最大也就是那个矩阵的 就是所有的点 我都放进去了 就是M乘N 然后这个空间复杂度 时间复杂度 时间复杂度 只要问题出现在哪呢 就是我往PQ里面放这些点 我作为一个宽阵的搜索 我在这边拦了这么多的 对吧 Condition 就能保证每一个点 最多只进入这个PQ一次 对不对 那每次进去呢 它都会经历一个 就是 怎么说 LogN的这个 Offer的过程 这个Offer它的时间复杂度是LogN 所以 它整所有的点都放进去 用到的这个时间复杂度就是 OM乘以N 再乘以LogM乘以N 我给你们写一下啊 就是 每一个点 M乘以N个点 它都会进去一次 进去一次 最大的长度 就是 这个PQ最多的长度就是 M乘以N 所以就是 这么一个时间复杂度 好的 这条题 就到这里了 其实我现在是深夜 不得不吐槽一下大宝贝 我录这要题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吐槽一下大宝贝 在我即将睡觉的时候 大宝贝说 题号是407啊 我好像没有说错 我只是在标记的时候标记错了 Don't worry 在我即将睡觉的时候 大宝贝说 你不录的要题吗 你好意思睡觉吗 他就把我给搞起来 没有关系 为了大家我愿意 好的 那这条题就到这里 如果下次大家有什么 想听的题目 欢迎点播 我们 我们预告是下一道是 下一道是多少啊 一千 再下一道是 一千零九十二 好的 我并不能保证 它具体在哪一天会发布 我会加油的 我应该会加油的 嗯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记得给我们 关注点赞和评论哟 好了 就这样了 拜拜